另外还有文教的活动要告诉大家 110年各宗教花莲祭天祈福祭绕境活动 将从11月27号到12月4号举行 而期间包含了闭幕典礼 各乡镇市一格车绕境祈福 定点祈福普渡法会都会在这期间来进行 而花莲县政府也承拒地邀请乡亲共襄圣举 共同来为花莲祈福 花莲县政府为了祈求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110年各宗教花莲祭天祈福祭绕境活动 将从11月27号到12月4号举行 包含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 原住民传统祭祇等等都将在期间进行 在今年疫情稍微舒缓一点 我们再次启动祭天祈福的活动 我想这已经连续以来是第12节 有天主、基督、一贯道、佛教、道教以及我们的竹林 一起来守护花莲这块土地 更让台湾能够安定 而在11月27号到12月4号为期八天的开幕 更有我们的这个准备的我们的寿陶给大家 让大家带回去 一颗不嫌少 两颗也很好 带回去可以分享给家人 今年迈入第12年的各宗教祭天祈福祭绕境活动 27号开幕将在花莲先例体育馆来办理 另外还有绕镜、切安法会、葡萄法会、圣诞活动 以及4号晚上的拔杯比赛 也欢迎大小朋友来参加 记者蒋邦彦 花莲室采访报道 作词文ome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